台湾网10月24日电,今日,美国两艘军舰航经台湾海峡,外界关注11月美方是否会在台湾地区周围军演。 台防务部门官员王善华今日24日表示,台军针对台湾收遭舰船,都会隐秘掌握。 目前未发现相关动态,还叫嚣在公海航行是美军的自由与权益,岛内网民怒视,美国希望台海战争,但正死的是台湾人。 来源,中时电子报据台湾中央社消息,今日,民进党级立委蔡世英质询时表示,美国两艘军舰22日自俄网比海域由南下卫航经台湾海峡,外界关注11月中旬美方, 是否在台湾地区周团进行军演。 对此,王善华称,美军却是将于10月底至11月初在关岛进行军事演习。 至于是否在11月中在台湾周团军演,台军针对周边船舰都会严密掌握,目前并没有发现相关动态。 对于美军舰航行台湾海峡是否未常态化,王善华说,在公海航行是美军的自由与权益,我们对于任何军事行动都有严密掌握。 对此不便评论,此番言论,激怒了到内民众,有人留言着美国希望台海战争,反正死的是台湾人,美国贪力无见,狗气跳墙了,放心吧,真的要开战的话,我一定会先打陆营。 还有网友说,陆营制造台海冲出对立,世卫就选情,两岸的和平,才是人民所期盼的。 侯秀柱,美军舰或台海必有用心台防务部,门22日晚间表示,两艘美国军舰,当天从俄乱比海域,由南向北航经台湾海峡,此后美国国防部也在已证实。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红秀柱23日晚表示,此举美方是必有用心,无论美方用心何在,台湾自己心要拿得定,真的不要变成别人的妻子。 红秀柱认为,民进党总爱说顾台湾,爱台湾,结果他们把台湾顾成这样,让台湾百姓越来越凄惨,年民众最被爱的要求安置乐业,才当局都做不到。 红秀柱强调,以前生活在台湾,民众对未来都是充满了希望,如今民众对未来只剩民网,我们期盼到和谐社会,才当局能听见吗? 光是嘴巴讲顾台湾,爱台湾,是没有用的。 针对两艘美国军舰航经台湾海峡仪式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明确表示, 中方密切关注并沉沉掌握美国军舰过航台湾海峡的情况,依旧此向美方表达了关系。 华春莹说,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,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。 我们敦促美方可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,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,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湾和平稳定。 海外网入销。